我去酒吧接喝醉酒的未婚妻 她和她的闺蜜们在玩真心话大冒险 听到有人问她初恋和现任你更喜欢谁 未婚妻还没有开口 旁边的姐妹们都纷纷无嘴笑出了声 肯定更喜欢初恋啊 毕竟我们月月可为了笑吧 做出过那么多出格的事情 高中就为她打了两次胎 看着她在婚礼前一晚的单身派对上 怀念着另一个男人 我冷笑那这婚就别结了 我走到包厢门口里面格外吵闹 即使这家酒吧用了最顶尖的隔音材料 都隔不住拿着话筒的尖锐女生 月月你说了来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我打开一条缝隙往里面看 里面的女人们都玩害了一关不整四躺八样 有几人还坦胸露身体的 躺在男摩身上摸着腹肌积吻 我站在门口进退两难 毕竟林如月占有欲很强 要是被她发现 我看到她朋友们衣不遮体的样子 估计又要和我吵架 我有些恼怒这都是什么胡朋狗友 明天就是我和未婚妻林如月的婚礼 她的好闺蜜们拉着她 要办婚前单身夜派对 江家在A市也是有头有脸的豪门 而我江泽作为江家继承人 我的妻子林如月却在结婚 前一晚和这些人混在一起 传出去我还要不要面子 我本来说让她晚上早点休息 为繁琐的婚礼流程养精蓄锐 林如月听罢不满的冷眼看向我 江泽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扫兴 还没结婚你就想限制我的人身自由吗 她一向骄纵脾气不太好 我也会尽量满足她的一切愿望避免争吵 听到她这话我也不好阻拦 虽然我一直觉得她的闺蜜们不是擅长 但她向来维护她的朋友 我也不好多说什么 真心话我要听真心话 包厢里的女人们纷纷起哄 把话筒递给林如月 她拿着酒直接对瓶喝了一口 好林如月开口说道 月月初恋和现任你更喜欢谁 哇哦哇哦好问题 方家你这个问题真的太勇了 提问的方家是林如月最好的朋友 她也是我和林如月的大学同学 林如月是学校的清纯校花 我大一开学就对她一见钟情 毕业后向她求婚 她告诉我除了我根本没谈过别的男友 我也对她包容呵护忍耐她的小脾气 忍耐她不堪的家世和伏地模行为 陆也和江泽二选一 一个是高中校霸 一个是大学学霸 月月你的两任对象都是极品啊 一个狂拽一人温柔 哪个在床上更厉害啊 我觉得是陆也 毕竟他们那个时候才18岁 如钻石一样硬的男高中生 无人能比 江泽虽然温柔 但她锻炼啊那肌肉邦邦硬 西装革里的型男才更棒 与人们叽叽喳喳 讨论着属于情理之间的隐私 林如月却没有开口阻拦 林如月没有说话坐在旁边 方家在一旁笑出了声 我觉得肯定更喜欢初恋啊 毕竟我们月月可为了笑霸 做出过那么多触格的事情 高中就为她打了两次胎 到后面实在没法 方家意味不明地笑了笑 没有继续说下去 湘泽是你的舔狗 但你是陆也的狗 月月你说对不对 林如月没有说话 但她默认了这个答案 她没有维护我 没有为我这个 明天将成为她合法丈夫的人说话 在我们的婚礼前夕 她为另一个男人喝醉 我今天才知道 我捧在手心的珍宝 竟然是别人玩剩下的 我爱惨了林如月 愿意顶着压力曲门 不当户不对 父母都是毒鬼的 她没想到她却背叛了我 好好好 真的好极了 月月要是陆也明天来抢婚 你会跟她走吗 林如月摇摇头 不她不会来的 那你为什么不现在 给她打一个电话 反正我们这是单身夜派对 过了今晚 你就要踏入婚姻的坟墓了 为什么不现在找陆也 问清楚 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 这个答案吗 好事者在一旁怂恿 林如月她低头沉默了一会 随即坚定地拿起 被甩在沙发上的手机 她没有管我 今晚给她的输个电话 直接掠过 然后输入那个 烂熟于心的电话号码 月月开扬生气 在一旁 和男模玩闹的女人们 也坐了起来 凑在一起盯着林如月 手中拨通的电话号码 为是谁 一道男生传出 对面的声音很吵 似乎也在酒吧 路也是我林如月 缓缓开口 她神色紧张语气里 夹杂着慌乱和期待 我明天结婚 你知道吗 电话对面的人 有思诧异 但随即接过话 说出甜言蜜语哦 哦 我知道的宝贝 我很难过 心都要碎了 明明我们曾经那么相爱 你需要嫁给他人 我今天为了你在酒吧 买醉宝贝 我真的很想你 那你会来吗 当然 但我怕会忍不住 冲上台带走你 林如月被男人的话 感动哭了出来 既然你还爱我 那为什么这么多年 都不来找我 宝贝我这些年 被家里管着来不了 带我走吧 只要你来 我就和你走 喂 路也你还听得见吗 电话那头的人 似乎信号不好 挂断了电话 林如月放下手机 哭得气不成声 哭什么 哭自己终于有勇气 联系那个 当年抛弃她的人 知道对方仍然爱自己 但马上自己就要错过 真爱嫁给他人吗 电话结束后 与人们安慰林如月 好了月月别哭了 你明天可是 最漂亮的新娘子 眼睛哭肿了 可就不漂亮了 是啊 月月江总 也是一表人才 帅气多精 更何况她这么多年 对你一往情深 错过路眼 那个花心的人 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林如月不说话 眼泪止不住流着 我推门 直接走了进去 江总 你来了 怎么站在门口不进来 闺蜜团连忙 收拾身上凌乱的衣物 林如月抹了抹眼泪 慌忙起身向我走来 江泽 你怎么来了 也不说一声 她想要挽住 我的手语气 她身后的闺蜜团 也震惊地捂住嘴巴 我看着眼前的林如月 漂亮破碎 楚楚可怜 她双眼红肿 泪水尚未干涸 让人看得心疼不已 但是我的心 已经再也掀不起 一丝连衣 我现在的心 如一潭死水 我发现眼前的女人 如此陌生又虚伪不堪 江泽你在胡说八道 什么林如月恼羞成怒 她最爱面子 我这话无疑是在打她的脸 我冷静开口 我不是和你商量 是通知 林如月冷笑一声 江泽你又在闹什么 你以为我想嫁给你吗 是你像条狗一样 跪在地上求我的 我只给你一次 把刚刚那话 收回去的机会 林如月一脸不耐 依附我在无理取闹 找叉的模样 语气冷漠傲慢 居高临下 好像我不是她的爱人 而是仇人 她的闺蜜们 怕我们两人吵起来 想来劝嫁 哎呀江总 你刚刚是不是听到了什么 我们都是说着玩的 你千万别当真呀 我没有理会这些脚势精 但从另一种角度 我也感谢他们 让我知道了真相 我转身离开林如月 在我身后喊道 江泽你别后悔 我才出酒吧门 林如月的电话 打了过来 江泽你为什么 不给我买单 现在酒吧把我们扣住了 他们这些女人 今晚玩得挺疯的 喊了一桌的神龙套 和黑陶A 还喊了男模 进去陪他们跳舞 一致千金 消费近百万 不过凭什么让我买单 我有钱 但我不蠢 以前我追她的时候 假清高看不上我的臭钱 现在拿着我的钱 灰金如土 撒抛尿 照照自己吧 你这种被玩坏的也配 看着手机里 林如月闺蜜方家 发来的信息 胃里一阵翻涌 恶心到想吐 我爱的清纯女神 捧在手心的女人 竟然高中就在学校厕所给 混混初恋 生下了一个儿子 还为她在胸口纹身 为她自残 而这个孩子 她也一直待在身边 和我说是她的弟弟 她对这个年龄相差 近十八岁的小孩 宠溺无下险 我本以为她是伏地魔 却万万想不到 是她的亲生骨肉 驱车回家别墅 还是灯火通明 我家的保姆 还在客厅哄着林念璐 小少爷 你怎么还不去愿意睡觉啊 这大晚上的都凌晨了 姓姜的怎么还不回来 我要骑大马 不然我不睡觉 真的是个好名字 林念璐思念璐也 林如月 你对那个男人 还真是念念不忘啊 我竟然还帮那对狗男女 养了八年的野种 林如月 是我大学的清纯校花 大一开学 就因其忧郁清冷的 绝美容颜出名 军训时 她因为体力不支 晕倒在地 是我把她送去医务室 这个柔弱破碎的女孩 让我产生保护欲 我一见钟情了 我想要照顾她 林如月性格高冷 自尊心强 但家境贫寒 父母是负债累累 才自杀身亡的毒鬼 还有一个小她 快18岁的弟弟 她偷偷带着一个 才出生不久的孩子 在校住宿 和室友有许多矛盾 军训昏倒 也是因为营养不良 没钱吃饭导致 甚至连大学学费都交不起 这个女孩很特别 我不介意为她花点钱 毕竟作为A市 顶级豪门的继承人 我江泽最不缺的就是钱 我本想从经济上帮助她 给她出钱租房 请保姆带孩子 但她认为 我是在拿钱羞辱她 有两个臭钱了不起嘛 我穷 但是我也是有尊严的 林如月认为 我想包养她 把我怒骂一顿 我只能放下身段 每天给她送早饭 强硬地把生活 和婴儿用品买好 塞给她 她不愿意住我租的房子 我就拿钱收买她的室友 让她们能忍受林如月 在寝室里养孩子 给她辅导员送礼 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还借助家里集团的名义 找到学校做慈善 资助贫困学生 资助林如月一人 未免有些突兀 所以还连带资助了十来个人 每人五千一个月 还有无限额度饭卡 我舔了林如月快一年 依旧被她冷眼相待 直到有一次 她父母欠的高利贷 债助找上门 为了保护她 我被打到重伤住院 她也因为这次英雄救美 答应我的追求 大四那年 我妈从我朋友口中得知此事 派人把我抓回去 让我和门当户对的 一个女孩订婚 我不愿听从家里安排 在订婚现场逃婚 毕业后和家中僵持近三年 才愿意让我娶林如月 林如月是我的初恋 我本以为能和她携手一生 没想到这个高冷清高的女人 竟然曾是一个自甘堕落的蠢货 林如月胸口有上一大片 贯穿锁骨的烧伤 我问她这伤是哪里来的 她和我说是小时候 做饭端锅时不小心端倒胖伤 还因此被她父母打了一顿 林如月问我是不是嫌弃 这个伤疤丑陋 我摇头因为她悲惨的身世 我也更心疼她 即使她经常骂我和我发脾气 我也一再包容 结果我没有想到 这个伤疤底下 竟然是她曾经为高中的 混混男友闻的身 我看到方家发来的照片 气血上涌 想要去打林如月 这个贱人一巴掌 但是素质和教养让我忍住 我现在代表了僵尸的形象 不能因为林如月给毁了 不如及时止损 我打电话通知家里 取消明天的婚礼 看着客厅里哭闹不止的林念禄 姓姜的你快跪下来 我要欺你 这个我帮林如月 从墙堡里带大的小孩 竟然是她在高中女厕所 生下来的野种 林念禄性格顽劣暴躁 才读小学就在学校里 惹出许多事 我也因此很头疼 觉得林如月有些伏地魔属性 难怪她对这个所谓弟弟 宠到无法无天 原来是她和初恋爱的结晶 现在我不会再忍了 我大不过去提起林念禄 把她一把丢到别墅门口 没有防备的破小孩 在地上滚了几圈啊 滚别再让我在我家看到你 江泽你敢动念禄一下试试 是林如月她从酒吧赶回来了 林如月冲了过来 狠狠地甩了我一巴掌 我愣住了一时间 没有反应过来 脸上火辣辣的疼 嘴里也尝到了丝丝穴味 她还想打我 我反手一个巴掌还了回去 林如月你够了 别以为我怕你 林如月捂住脸颊 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周围的人也都惊呆了 一时间没有人赶上前劝阻 林如月气冲冲地瞪着我 双眼通红仿佛要喷出火来 江泽你真是好样的 你竟然敢打我 我冷冷地看着她没有说话 林如月拉着林念禄 要进别墅 我伸手拦了下来 可别进来我这间小屋 可容不下你们这两尊大佛 江泽你今晚上发什么疯 我不过是和朋友们出去玩 没接你的电话 你一个大男人 至于那么小气吗 我吃笑一声 你还知道明天要结婚啊 我看你醉的都不知道东南西北 我不是在酒吧里说了吗 婚礼取消 我不要你林如月了 江泽你什么意思 你明天真的不想结婚了 林如月的声音有些颤抖 显然她的内心也很不平静 我不想跟她解释 因为她也不值得我解释 林如月我们玩完了 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心中有些痛 但我知道这是最好的选择 我不想让自己再次陷入她的陷阱中 我不想让自己再次受到伤害 我吩咐家里的保姆阿姨 别让我再在房子里看到他们两个人 好 你明天别来跪着求我 林如月听到我的话 怒气冲冲地拉着林念璐离开 她离开之后 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和自由 我没有留宿 直接回到江家老宅 我本想悄悄回自己的房间 不打扰到父母睡眠 没想到客厅灯火通明 我的父母还坐在客厅 看到我回来 他们二人有些惊讶 小泽 你怎么回来了 是啊 你不是说早上再回来吗 林如月无父无母 她和亲戚关系也不好 经过再三商议 只能在我们二人同居的房子接亲 因为怕林如月婚前紧张 我和父母说的是晚上我陪她 等早上婚礼造型团队来了 我再从那赶回家和伴郎团会合 而现在我凌晨就回到了家 爸妈你们怎么没睡 看着父母为我的婚礼 亲力亲为地操心到深夜 我有些愧疚 但还是说出口 爸妈 婚礼取消吧 我和林如月分手了 啊 父亲有些恼怒 怎么回事 还有几个小时就要去接新娘了 你现在要退婚 你不是耍邀请的宾客吗 母亲服娥叹了一口气 哎 我就说今天怎么都睡不着觉 心里一直悬着的 原来是你要给我来这出 我早就说过 我从一开始就不喜欢林如月 她不是个安分的女人 要不是你执意喜欢她这么多年 我怎么会同意这门亲事 母亲拉住父亲 试图平息她的怒气 父亲沉默片刻后妥协了 行 反正你的事情自己做主 那麻烦爸妈给客人们 发取消婚礼的通知吧 母亲又问了我最后一次 你真的做好决定吗 这发出去可不能再反悔 是的 我和林如月无缘无分 何必抢求成为怨旅 行吧行吧 母亲挥挥手 让我上楼好好休息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 给伴郎团和商务上的合作伙伴 发取消婚礼的信息 同时让我的秘书周文 把婚礼造型 摄影团队等后勤服务工作人员 都为款结了 并通知他们明天不必再来 周文睡得迷迷糊糊的 被我电话喊醒 听到我的安排 都以为是出现幻觉了 总裁 你这好好的怎么就要取消婚礼 我身边的所有人都知道 我江泽爱惨了林如月 基本上每一个 接到我通知的人 都发出疑问 毕竟我和林如月 从大学开始恋爱 这么多年来 我身旁在无别的女人 所有一切都以她为中心 我累了 这三个字简单 而又直接地回答了所有人 爱的人对我不忠 在我面前冷漠高傲 在别的男人面前卑微像狗 这种感觉 真的太累了 并且让我恶心 让我想吐 我回到房间 简单洗漱后倒头就睡 睡得迷迷糊糊时 我被信息提示音吵醒 拿起手机一看 不知为何各个社交平台 都挤满了未读信息 手机都快被弹出的 消息提示给炸了 我打开微信 几十条未读信息涌入 无一例外 都是林如月发来的质问 江泽 你什么意思 婚礼不办了是吗 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取消婚礼总要有个理由吧 她发了很多条信息 气愤质问 我深吸一口气 尽量让自己保持冷静 最后 我回了一条信息 如你所见 然后把林如月拉进黑名单 发完这条信息后 将手机扔到一旁 重新躺回床上 第二天一大早 我是被电话铃声吵醒的 我接起电话 是举办婚礼酒店的经理 江总你快来看看啊 你的未婚妻在大闹我们酒店 酒店经理与其交集 似乎有些不知所措 我眉头紧皱 有些头疼的揉了揉太阳穴 林如月怎么会跑到酒店去闹 难道她以为这样我就会回头吗 我穿上衣服 驱车前往酒店 到达酒店时 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林如月穿着婚纱正站在大堂中央 脸上满是泪痕 双眼红肿 她看到我后 情绪更加激动 冲上前来质问我 江泽 你为什么要取消婚礼 我冷冷地看着她 没有回答 我知道 此时无论说什么 她都听不进去 取消婚礼 取消婚礼 你说取消就取消 你把我当什么 林如月的情绪已经瀕临失控 她大声地吼着 我心中一阵疲惫 林如月 你自己做过什么难道不清楚吗 林如月却置入网闻 依旧大声哭闹着 引来了不少人的围观 林如月背叛了我 还曾经为另一男人纹身 打胎 生孩子 我知道了这些 怎么可能娶她 林如月 你太脏了 这句话仿佛是从我的喉咙深处挤出来的 带着无尽的痛苦和厌恶 我想拉着她离开 她却一把甩开我 好 你不娶我是吧 那我就让别人来娶 林如月自信满满地打电话给那个路眼 但是对方去挂了电话 她愤怒地瞪着手机 然后又抬头瞪着我 为什么她不接我电话 大概是她知道你的真面目了吧 我冷冷地说 你胡说 林如月尖声喊道 她说爱我 要来抢亲的 我冷笑一声 不想再跟她纠缠下去 随便你怎么说 总之 我们结束了 林如月不信邪 又接连打了几个电话 对方估计被骚扰得不行 很久才接通 林如月不屑地邪了我一眼 满怀期待地问电话那头的人 路眼 你不是说要来我的婚礼抢亲吗 你在哪 我要跟你走 路眼熬大夜嗨了个通宵 睡梦中接到这个电话 多梦了 你是谁 哪位 路眼 我是林如月呀 对方听到这个名字 一下就行了 怎么是你这个疯子 你哪里来的我电话 林如月委屈开口 我几年前找你朋友要的 我一直不敢联系你 但是我昨天勇敢了一次 你带我走吧 我不结婚了 电话那头的路眼沉默了几秒钟 林如月 你是不是有病 老子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 我昨天唇口嗨 我跟你什么关系都没有 别再骚扰我了 滚 你就是个神经病 路也挂断电话并拉黑了她 林如月愣住了 完全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她脸色苍白的看着手机屏幕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为什么所有人都要抛弃我 她喃喃自语道 看到林如月一脸不知所措的表情 我心里一阵快意 冷笑出声 你为她生了孩子 但是人家根本看不上你 林如月脸色一变 愤怒地看着我 你胡说 我冷冷地说道 你为她纹身 为她生孩子 人家却把你当成傻子一样玩弄 现在你还有什么脸来找我 我知道了林念路是你给她生的儿子 这么多年你一直骗我说是你弟弟 冤有头债有主 我可不想洗当爹 林如月瞪着我 嘴唇颤抖着说不出话来 我知道我说中了她的心事 但我不想再给她任何怜悯 滚吧 我不想再看到你 我冷漠地说道 林如月愣在原地 不愿意离开 她想来拉我 我直接让保安把她丢出酒店 她一袭高定婚纱却无比落魄 我心里无比快意 林如月这一切都是你就由自取 她失魂落魄地转身离开 消失在我的视线中 本以为林如月在我知道真相后 会识趣地离开我的世界 但我还是小瞧了她的厚脸皮 她依然不依不饶 离开了我 她的消费一落千丈 过惯奢侈生活的她怎么可能罢休 每天打电话骚扰我 发短信说些有的没的 甚至跑到我的公司来闹事 一开始 我会直接无视她 但是她越来越过分 开始在公司门口堵我 甚至对我的员工说出我是渣男的话 取消婚礼的消息已经传出去 所有人都在猜测原因 公司里也有些流言蜚语 但都被我压了下来 我知道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于是我决定祸水冬意 我找人调查出陆野的资料信息 并发给林如月 既然你爱她就去找她吧 林如月看到短信后 果然激动地跑去找陆野 陆野是隔壁是一位富豪的私生子 高中时因为喜欢漫搞男女关系 被多次劝退 本地的学校都拒收后 高三转学到A市和林如月一个学校 林如月是真的美 从小到大都是校花 追求着不断 但她一直拒人于千里之外 而久经情场的阔少爷陆野 轻而易举就把贫穷的学霸 校花林如月泡到手 二人开始了一段 林如月自认为短暂 而又刻骨铭心的爱恋 陆野带林如月逃课 打架 飙车 体验她从未经历过的刺激生活 学校每一个角落 都有她们相爱的回忆 短短时间 青春校花彻底沦陷 高三那年 林如月就为陆野打过两次胎 第三次怀孕是在高考前夕 林如月因为频繁打胎 是工碧过薄 再流产可能就会导致终身不孕不育 而陆野在这时 突然转学失去联系 林如月无奈之下 只能独自偷偷生下孩子 在林如月生长后不久 她的毒鬼父母意外死亡 她把孩子户口上到父母名下 儿子成了弟弟 这些信息被林如月隐藏得很好 让我这么多年被蒙在鼓里 我为什么会知道 也要感谢林如月的好闺蜜 方家 看着眼前打扮精致的美艳女人 我问她 方家 你为什么会告诉我这些 KTV的时候 她给我发过一则短信 让我知道了林如月的真面目 方家知道我现在一直被林如月纠缠 特地约我吃饭 为了摆脱林如月 我理所当然地接受邀请 为什么 因为我讨厌她 我嫉妒她 她明明那么不堪下见 为什么你们一个二个都爱她 江泽 我大学的时候就喜欢你 但是你的眼里只有林如月 她那副假清高的嘴脸 我真的看够了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但她却处处胜我一筹 并且一副好牌打得稀烂 我本来以为自己释怀了 我也要结婚了 我本想祝你这个冤大头和她幸福 但是我的男友却在喝醉后 喊她的名字 真的太好笑了 我现在可不想让林如月好过 我沉默不语 方家是林如月最好的朋友 方家也对林如月掏心掏肺 在大学时就常帮她照顾孩子 我也因此和她相识 有她帮林如月打圆场 以至于我这么多年 都没有怀疑过孩子的亲生母亲 会是枕边人 林如月怎么也不会想到 帮她隐瞒秘密多年的人 也是揭发她一切的人 虽然我也恨她这个帮凶 但方家为我指了条名路 我实在是不想和林如月 再有任何瓜葛 她真的有点疯 我以前还不觉得 结果现在她都开始骚扰我父母 别无她法 我只能拿陆也当挡箭牌 兄弟 祝你好运 林如月带着林念路 直接到了陆家 他们一出场 就让陆家气氛变得异常紧张 陆也竟然早已经结婚 还有一个刚满月的女儿 她的老婆 是门当户队的豪门千金 看到林如月牵着一个八岁的小孩 脸都气虑了 陆家子嗣凋零 陆也父亲风流一辈子 就只有陆也这个私生子一个儿子 陆也高中毕业后 被家里送出国读大学 会了个文凭就回来 学着接手家中生意 虽然依旧风流 但听从家里安排 早早联姻娶妻 陆也老婆知道她的德行 她的底线是 陆也不在外面闹出孩子 她对陆也身边的女人都紧紧盯着 就为了防止有人试图母凭子贵 她千房万房 万万没想到 竟然有一个这么大的野种冒了出来 陆也老婆性格彪悍泼辣 在陆家大闹一场 非要讨一个说法 陆如月也不是好惹的 直接说陆也破坏了她的婚礼 要她负责 两个女人互扯头花 闹了得天翻地覆 方家不厌其烦地 给我转播她们发生的事 我本不想听这些人的丑事 也不愿意再与陆如月有纠葛 但是万万没想到 我不找事 是来找我 和陆如月闹掰取消婚约后 过了快半年 我的生活慢慢回归平静 给我介绍起对象 现在的我抛掉无聊的感情 只看利益 以我的条件 能找到很多门当户对的 世家小姐联姻 强强联合 强上加强 除了陆如月 我并没有其他的不良情史 比同龄爱玩的富二代强太多了 今世的苏家 有一项向南方拓展业务规模 而我拥有着相关资源 再加上我家公司江市 在华国南方享有盛誉 我们的联姻谈判进展顺利 我与苏家的女儿 已经见过几次面 对彼此多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所以我们的关系 顺理成章地确定了恋爱关系 成年人的感情 往往夹杂着太多的利益 谈不上纯粹 但这种安排 也不是为一种好办法 林如月淡出了我的世界 我也不会再为这黑历史 一样的恋情 感到伤心难过 这一天 我一如既往地在公司办公 办公室大门 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 就被人擅自闯入 落叶拖着鼻青脸肿的 林如月冲进我的办公室 身后跟着哭哭啼啼的林念露 你的女人还给你 管好林如月 别让她再来骚扰我和我的家人 江泽救救我 他们要伤害我和念露 林念露冲上前 对陆也拳打脚踢 渣男 我才不要你当我爹 赶紧放开我妈妈 林念露虽然是小学生 但是营养很好 长得飙肥体壮 她的冲击力 把陆也撞了一个亮枪 陆也更愤怒了 把林念露一把推翻在地上 给老子滚 陆也 念露可是你的亲儿子 你怎么忍心这么对她 林如月挣脱了陆也的束缚 跪在地上将林念露抱在怀中 泪流满面地盯着陆也 陆也嗤笑一声 林如月你别装网 别以为我不知道 是你支持这个贱种去推我老婆 我没有 陆也你要相信我 是那个贱人陷害我 我老婆什么身份 精致育业的大小姐 为什么要拿自己怀孕身体的健康安全 来陷害你 林如月 你从高中就是这么的有心机 我一直知道 你会支持自己的追求者 和跟班去欺负别的女生 自己装的清纯无辜 当年我不过就是玩玩你 没想到你这么多年 还在给我死缠烂打 阴魂不散 我实话实说吧 当年我就是不想继续玩你了 才让家里把我提前接走 你也真是蠢 还真的想跟我一起出国留学 你配吗 陆也 我这么爱你 你知道我为你付出了多少吗 你居然这么对我 陆也不屑地看了林如月一眼 你情我怨的事情 谁让你这么不自爱 要不是我爹看你生了一个儿子 才会让你在我们陆家住下 给钱养着你们也无妨 结果你不知足 伤害也不再伪装 暴露出本来的真面目 他歇斯底里的怒骂陆也 陆也 你不得好死 你全家都会遭到报应的 林如月去了陆家之后 陆夫看着急向自己 和陆也的林念禄喜爱极了 林念禄虽然性格恶劣 但也聪明 有自己的小心机 加上林如月的叮嘱 会装观卖巧 哄得陆夫喜笑颜开 陆夫不顾陆也和陆也老婆的反对 执意要留下他们母子 尽管陆也和他的妻子 对他们的存在仍心存不满 但陆夫的坚持成为了他们最大的保护伞 在陆家的日子里 林如月和林念禄的生活渐渐稳定下来 林念禄被转学去了陆家安排的学校 林如月在半年前那回儿 就从我的世界彻底消失 我也没有再关注他们的事情 尽管陆家生活富裕并没有亏待二人 但林如月仍然不满足 林如月嫉妒陆也的老婆 痛恨他抢走陆也 让自己的儿子无名无分 他茶言茶语地勾引陆也 还真差点把他快勾上手了 陆也的老婆可不是好对付的人 拿出自己家的权势压陆也 上头的男人一下就清醒了 林如月是很漂亮 但是单靠他一张美丽的脸蛋 可抵不过老丈人家能带来的利益 于是陆也又转身投到自己老婆的怀抱 陆也的老婆在前些日子 发现自己再次怀孕 陆家欢天喜地要庆祝这个喜讯 气疯了的林如月 指使林念禄去故意冲撞和推陆也老婆 想要让他流产 都是千年的狐狸 装什么聊斋 林如月和林念禄哭哭啼啼地说自己冤枉 是陆也老婆想陷害自己 以为陆父会为自己做主 但他真的愚蠢 看不清楚形势 陆父不吝啬于给他们母子钱财和物质上的优待 但林念禄不可能有继承权 不过是他为了打发时间养的小玩意 陆父虽然重男轻女 但不可能为了一个私生子 得罪怜姻的豪门 更何况自己有缺陷 子嗣稀少 但陆也是正常的 加上他正牌老婆又怀孕了 说不定肚子里就是一个儿子 自己让作为私生子的陆也继承家业 不过是无奈之举 有更好的选择肯定不会选林念禄 于是理所当然的 他们母子二人被扫地出门 林如月还想继续纠 被陆也老婆找人暴打一顿 并威胁陆也尽快处理干净 陆也怕林如月继续招惹是非 连忙把他拽到我的公司 打算物归远主 我挑挑眉看着眼前的闹剧 看向陆也 这个男人还是有点姿色 高大脾帅 难怪会让林如月念念不忘这么多年 怎么你自己完胜下的 来找我接她 哦 你也不要她了 陆也饶有趣味地笑了起来 林如月得罪了我老婆 我本想找她麻烦 给她点颜色看看 她和我说如果我感动她 你不会放过我 要我带她来找你 怎么 是这个女人她自作多情了吗 陆也回头看了一眼林如月 她脸色苍白 被吓得瑟瑟发抖 林如月 这个曾让我心疼不已的女人 此刻正站在我面前 眼眶红肿 显然是刚刚经历过一场痛哭 她可怜兮兮地望着我 试图从我这获得拯救 江泽你 我知道错了 你帮帮我吧 我不为所动 带着她鬼远点 你不用工作 我还要 陆也怂怂间 转身离开 走之前她不忘威胁林如月 贱人 别再出现在我眼前 不然我饶不了你 林如月在知道陆也靠不住后 她又开始转向骚扰我 她眼泪汪汪地看着我 话还没说出口 就被我打断 你怎么还不管 林念露看着陆也走后 也嚣张起来 你这也太窝囊了吧 那人这么欺负我妈妈 你竟然还放她离开 曾经我把这个小男孩 当成自己的弟弟一样宠爱 有求必应 给她最好的物质条件 和学习环境 没想到这么多年 培养出来一个不懂感恩 不学无数的白眼狼 估计着德行随爹 我看着林念露似笑非笑 怎么现在都不喊姐姐了吗 都不再装一下了吗 很多事情 其实都是有迹可循的 是我太过愚蠢 被他们拙劣的演技所糊弄 林念露和林如月脸色 被我说得有些不自然 林如月试图求和 阿泽我错了 我只是当初年少不懂事 你原谅我 好不好 我们还像以前一样过日子 我冷冷地打断了她的话 你怎么这么自信 是谁给你的勇气 觉得我江泽 会要你一个未婚幸运的女人 林如月被我的话气的脸色通红 江泽你 就在这时 敲门声响起 我已经对这种场面习以为常 请进 我说道 门被推开 一个提着爱心便当的漂亮女人 是苏盼 苏家的小姐 她知道我经常因为工作繁忙 而忽略午饭 所以最近都是她亲自为我准备便当 监督我吃午饭 请问现在是有客人吗 苏盼疑惑地看着我 没有 都是些不相干的人 我回答道 同时闻到了便当盒里 散发出的香气 哇 好香啊 你今天中午给我带了什么 我拿起电话 叫来密书 让她把林如月母子请出去 林如月还没来得及说话 就被推出了门外 苏盼走到我身边 温柔地说 我听说你最近胃不舒服 所以我给你煲了汤 多喝一点 工作再忙也要注意身体 苏盼的体贴和温柔 让我心中涌起一股暖流 她不仅聪明能干 而且从不摆大小姐的架子 她关心我 照顾我 甚至愿意为我洗手做羹汤 我不由得联想起以前的林如月 林如月自私冷漠 从来不会体谅我的辛苦 只要我下班回去后 发出一点声音影响到她睡美容觉 她都会对我发脾气 你不知道我们睡了吗 大晚上的吵什么吵 面露还要长身体 你就是在影响她的发育 这段时间在苏盼的陪伴下 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感 她的温柔 体贴和关心 让我感到无比温暖和满足 我和苏盼吃完午饭 我送她出门 林如月守在公司门口 固执地不愿离开 她的双眼中闪烁着愤怒与不解 仿佛无法接受和理解 我为何对她如此冷漠 她冲过来质问道 江泽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声音中透露出深深的痛苦与不解 她上来的第一句话 就把我雷都外焦里嫩 明明是她自己先对感情不忠 知道陆野的消息后 就屁颠屁颠地跑去找别人 现在被甩了 都过去半年了 她倒反过来问我 为什么要这么对她 我微微皱眉 心中涌起一丝不耐 曾经 她的泪水会让我心疼不已 会不顾一切地安慰她 拥抱她 但现在 那些情感早已被时间消磨殆尽 取而代之的是冷漠与疏离 我冷冷地扫了她一眼 语气平淡地说 林如月 你应该清楚 我们之间的关系早已结束 我有了新的生活 请你不要来骚扰我 她似乎无法接受我的话语 情绪更加激动 开始大声指责我 甚至辱骂一旁的苏盼 她的声音尖锐而刺耳 回荡在整个公司 我才是你的未婚妻 她就是一个小三 林如月的声音中 充满了愤怒与不甘 我深吸一口气 回头看了她一眼 这一刻 我对她的最后一丝怜悯 也彻底消失殆尽 我温柔地牵起苏盼的手 与她擦肩而过 决绝地走向门外 我和苏盼说 你先回家 我回来和你解释 不久前我们已经同居在一起 林如月还在不依不饶地叫喊着 但我已经不再回头 我摆摆手 秘书心领神会 找来保安把他们轰了出去 苏盼的司机已经在楼下等着 我陪她走到车前 她转身看着我 眼睛清澈明亮 仿佛是在夜空闪烁的星辰 闪烁着温柔的光芒 苏盼没有在意刚刚的争执 她轻轻地拥抱了我一下 声音柔和地说 你要注意休息 不要太累了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别让我担心 感受着她的拥抱和关切 我的心中涌起了前所未有的幸福感 她的每一个字 每一个动作都透露出对我的深深关心 我知道 现在能拥有这样一个理解我 关心我的女人 会是我一生的幸运和福气 我紧紧握住她的手 点头答应道 放心 我会注意的 你也要好好照顾自己 等我忙完这段时间 我们一起去旅行 好吗 苏盼听后露出了甜美的笑容 她点了点头 说 好 我等你 你一定要注意身体 别让我等太久 晚上早点回来 看着苏盼上车 我转身回了公司 我知道林如月不会那么容易善罢甘休 但我没想到她会如此无耻 过了一段时间 我出差去参加一场商业酒席 没想到我竟然遇见了林如月 她化着妖娆勾人的浓妆 身穿一身暴露的红色礼服裙 依围在一个大腹贫贫的富商身上 和以前的清纯笑话模样完全叛弱两人 我最近对她并无关注 毕竟她现在对我来说不过是陌生人 她毕业后没有上过班 全靠我养 没想到她现在竟然沦落到 要出卖自己的身体来换取利益 她柔弱无骨的为她的新金主吃水果 眼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厌恶 装什么假清高 我没有开口说话 直接坐到了酒席的位置上 江总 您来了 您真的是太难约了 感谢这次赏脸 搂着林如月的胖子把她推了过来 快去给江总敬酒 这人是江氏的竞争对手之一 没想到林如月竟然和她勾搭上 看来他们这一出是为了恶心人 让我丢脸了 林如月举着酒杯向我缓缓走来 脸上带着一丝魅笑 江总 来喝一杯嘛 别靠近我 林如月 我用力地推开她 声音中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决绝 我不愿 看向她的金主 金总 好好的一场商业酒席 别整些歪门邪道 别什么破烂都往我们这里带 我的话让周围的人感到一阵尴尬 他们纷纷低下了头 林如月也愣住了 她似乎没想到我会如此直接地拒绝她 江总 别这么扫兴 你连前未婚妻的面子都不给了吗 我冷冷地瞥了一眼金总 心中的怒火不断升温 林如月 这个曾经让我深恶痛绝的女人 此刻竟然和我的敌人金总勾结在一起 试图用这种方式来羞辱我 她以为这样就能惊怒我吗 真是可笑 我深吸一口气 尽量让自己的语气保持平静 金总 请注意你的言辞 林如月早已不是我的未婚妻 而且 这里是商业酒席 不是你们胡闹的地方 金总似乎并不在意我的警告 她哈哈一笑 说 江总 何必这么认真呢 大家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来 林如月 再给江总敬一杯酒 算作赔罪 林如月得意地笑了笑 举杯向我走来 然而 就在她即将靠近我的时候 我猛地站起来 一把夺过她手中的酒杯 狠狠地摔在二人脚旁边的地上 滚 林如月和金总他们愣了一下 然后脸色变得难看起来 没想到我这么不给面子 然而 我并没有在意他们的反应 转身离开的酒席 晚上 当我推开酒店房间门时 惊讶地发现 林如月正坐在我的床上 她的出现让我惊恶不已 我愤怒地瞪着她 声音冰冷 你怎么会在这里 林如月似乎并不在意我的愤怒 她甩了甩手上的房卡 轻描淡写地笑了笑 说 江泽 我只是想和你聊聊 我冷冷地看着她 赶紧给我滚出去 我知道我以前做过很多错事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呵呵 不必 我有未婚妻了 我们马上要举办婚礼 她比你好千万倍 你这种破鞋我看不上 我不介意 我可以不要名分 她柔弱无骨地想要攀附我的肩膀 被我一把推开 你的尿是哑光的吗 让你撒泡尿看看自己 你还看不清了是吗 我可看不上你这种烂透的女人 我嫌脏 我怕有病 林如月的表情在一瞬间 变得扭曲而猙獰 仿佛是被踩到尾巴的毒舌 你真是好狠的心 江婷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林如月 这难道不是你就有自娶吗 江婷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只要你愿意娶我 以前的事情都既往不救 我可以跟你好好过日子 我采取果断的行动 一个电话叫来的保安 把她从房间丢了出去 我还叫酒店经理 给我换了一个房间 我可不想睡在 这恶心女人躺过的床 我需要一片亲近的地方 一个没有被林如月 所污染的环境 我绝不会容忍她的存在 在轻视我的生活 我需要将她彻底 摒弃在我的生命之外 傻逼 给我鬼远点 林如月被保安拖了出去 她的声音在走廊里回荡着 江婷 你给我等着 她的威胁充满了愤恨和仇恨 但我对她的恐吓不为所动 第二天 我和林如月在酒席上 和她深夜从进出我房间的照片 被有心人发给八卦媒体 一时间 婚期将近 江市总裁深夜私会前情人 佳花不如也花香的新闻 位列微博热搜榜首 热度很高 多半是有人在背后 买水军推波助澜 我接到苏盼的电话时 正身处会议室 准备与团队讨论一个重要项目 电话铃声突然响起 我看了一眼来电显示 是苏盼 心中微微一紧 我迅速走出会议室 接听了电话 江泽 你怎么了 为什么这些照片会 苏盼的声音带着明显的疑惑和不安 我深吸一口气 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 盼盼 你听我说 这些照片是被人恶意陷害的 我和林如月之间 没有任何不正当的关系 她深夜进入我的房间 也是被人设计的 我知道这样的解释很苍白 但我不能让苏盼误会我 我相信你江泽 但是这些照片 对我们的婚礼影响太大了 我们的亲友们会怎么想 我们的婚礼还能如期举行吗 苏盼的声音透露出深深的担忧 我紧紧握住手机 心中充满了决心 盼盼 你相信我 我会尽快解决掉林如月 证明我的清白 我们的婚礼不会受到影响 我会给你一个完美的婚礼 挂断电话后 我迅速行动起来 第一时间联系了我的私人律师和公关团队 我深知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不仅关乎我的个人名誉 更关乎我和苏盼的幸福未来 私人律师是我信赖的法律顾问 他在处理类似事件方面 有着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知识 我向他详细阐述了整个事件的经过 并提供了所有相关的证据和线索 他认真听取了我的陈述 并立即开始着手处理此事 他表示将尽快展开调查 并与酒店方面取得联系 获取更多关于林如月 进入我房间的证据 同时 我也联系了我的公关团队 让他们尽快制定应对策略 他们迅速行动起来 分析了当前形势 并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通过官方渠道发布声明 澄清事实真相 同时加强与媒体和公众的沟通 以减少负面影响 我花费重金 把新闻压了下来 这该死的林如月 恶心的就像甩不掉的鼻涕 粘在鞋底的泡泡糖 我忍了他太多次 我本不想找一个女人麻烦 但现在我不得不找机会解决掉他了 我找到林如月最好的朋友方家 让他继续去给林如月吹耳边风 让他告诉林如月 与其继续纠缠江泽 还不如去找孩子爹负责 你们二人之间毕竟有一个孩子 不看松面看缝面 打断骨头连着筋 他们陆家不可能真的对孩子不管不顾吧 林如月是一个蠢货 也是一个风一吹就两头倒的墙头草 我以前真的是瞎了眼 才会喜欢这个华而不实的绣花枕头这么多年 还好我成功及时止损 于是林如月他又气势汹汹的带着林念路 去到了陆家 试图再次搏上尾 陆爷老婆好不容易才把林如月这对母子赶走 怎么可能又放他进门 两个女人在陆家大门口发生了争执 但林如月并不打算轻易放弃 他固执地试图强行闯入陆家 找到陆父为了自己和林念路争取权益 争执之中 林念路这回可找到了机会 用力一推 让挺着大肚子的陆爷老婆从楼梯上狠狠摔下 送去医院抢救 孩子没保住 给人害流产了 流出一个已经成型的男婴 同时陆爷老婆大出血血崩 命都差点没保住 陆爷老婆的家族因为此事 和陆家亲家变仇家 双方彻底撕破脸 最后陆爷和他老婆强行离婚 女方分走了一大笔陆家资产当作赔偿 并带走了他们生的第一个女儿 陆家一下子损失惨重 这几年经济形势不好 陆父老了 不再像年轻时一样有能力掌控全局 陆爷是一个没有本事的败家富二代 只会花钱不会赚钱 大学学位都是陆父给学校捐了一栋楼 才换回来的 他根本撑不起家业 尽管陆家依然富裕 但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辉煌 走上了下坡路 陆爷和妻子的离婚 更是让陆家雪上加霜 这场婚姻的破裂 不仅让陆家的生育受到了损害 更让女方分走了一大笔巨额资产 这笔资金的流失 对陆家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使得家族的经济状况更加严峻 陆家成了一个全国富豪圈子里出名的笑话 各家长辈纷纷对自己家的男人们提耳面命 别什么破烂都去招惹 要是敢把这种女人搞回来 别怪手下不留情 三条腿都给你打断 陆父震怒 像林念露此等年纪尚小 就心思歹毒 害人不浅的孽障 怎么可能继续留着 他们可不会让狼崽子长大 于是陆父一不做二休 安排手下的人给林念露灌下傻药 把他变成了痴呆儿 并准备把林如月这个脚架的败经祸害卖出国 得让他狠狠受一波折磨 才能消除破财的怨气 自身难保 走投无路的林如月没有办法 只能直接甩下变成痴呆 成为拖累 再也没有利用价值的林念露 一个人逃走 到处东躲西又藏 在家缝中生存 躲避陆家的追杀 痴呆的林念露没了吗 陆家才不可能养他 只能被丢到一家孤儿院里 希望他能从头开始好好做人吧 不久之后 在一个温馨而阳光明媚的春日 我和苏盼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婚礼 婚礼的场地 选在了一座美丽的古堡庄园里 庄园周围翠绿的树木和绚丽的花朵 在春风中摇曳生姿 仿佛为我们的喜悦 增添了一份神秘和宁静 入口处是一条由绚烂花朵 编织而成的花道 仿佛通往爱的天堂的入口 在庄园的一角 搭建起了一座华丽的婚礼礼堂 礼堂内部装饰华美 悬挂着华丽的灯饰和绚丽的花环 充满了浪漫与温馨的氛围 白色的维漫和鲜花点缀的装饰 让整个场地充满了梦幻般的气息 婚礼的布置以白色和金色为主色调 寓意着纯洁与永恒的爱情 场地中央有一座由白色鲜花 和绿叶构成的拱门 两侧摆满了精致的竹台和柔和的灯光 为整个场地增添了一抹温馨而浪漫的气息 宾客们可以沿着一条铺满花瓣的红毯走进场地 寓意着他在幸福的云端 婚礼开始前 一段优美的音乐响起 烘托出一种神圣而庄严的气氛 我和苏盼手牵手走上礼堂 我们身穿华丽的礼服 笑容满面 心中充满了对彼此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 我们的家人和朋友们站在一旁 为我们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主持人带领着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婚礼仪式 包括交换戒指 宣誓誓言等缓解 在众人的见证下 我们郑重地向彼此承诺爱情和责任 决心携手共度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无论是欢笑还是泪水 都愿意与对方分享 随着交换戒指的结束 我们正式成为了夫妻 这一刻 时间仿佛静止了 只剩下我们彼此深情的目光和紧握的双手 我看着眼前的苏盼 他身着一袭洁白的婚纱 宛如天使降临人间 纯洁无瑕 他的唇半微微上扬 勾勒出一个温柔的微笑 让人感受到他内心的喜悦和甜蜜 他的每一个微笑 每一个动作都让人为之倾倒 让人心持神往 所有人都为我们祝福 掌声和欢呼声响彻整个礼堂 仿佛在宣告着爱的胜利和幸福的降临 我江泽 经历了许多错误 终于在此刻找到了自己的天命真女 我和苏盼的蜜月之旅 选择了国外一个风景如画的度假圣地 阳光透过椰子树的缝隙 洒在我们身上 海风轻轻拂过 带着咸咸的海水味 我们手牵手漫步在沙滩上 欣赏着眼前的美景 享受着彼此的陪伴 在这段旅程中 我们的夫妻感情愈发深厚 每天清晨 我会为苏盼准备一杯热咖啡 和一份精心挑选的早餐 看着他满足的微笑 我心中充满了幸福 而苏盼则会在我忙碌时 为我准备好换洗衣物和整理好行囊 他的细心体贴让我感到无比温暖 我感受到了妻子的美好 与此同时 我家僵士也因为我们的联姻 而更上一层楼 这次蜜月之旅 不仅让我们度过了难忘的时光 更成为了僵士拓展业务 建立国际合作伙 办关系的绝佳机会 苏盼所在的家族 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声誉 和广泛的影响力 同时苏盼是一个非常棒的闲内主 董事大方不会怯场 狠给我长脸 我们的联姻 不仅为僵士带来了更多的资源和人脉 也让公司在业界的影响力 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一时间我风头无两 爱情事业双丰收 我也借此找到机会 把坑害过我的竞争对手 给一一铲除 尤其是那个金总 他被不知名的热心人士举报 一下牵连出数个重大犯罪案件 他这种没有底线的人 手里并不干净 甚至可以说血债累累 从买凶杀人 贿赂 组织黑灰色产业 帮派等 只有想不到的 没有他做不出来的 大厦一夜倾倒 金总锒铛入狱 被趴二十年有期徒刑 我也成功吞并 他手下的几个重要支柱产业 让江家的事业 成功更上一层楼 林如月的计划受挫 自己的儿子还成了痴呆 简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他心中的怒火烧得更旺 他不知道从哪里知道 这发生的一切里面有我的手柄 决定以最恶劣的方式来报复我 他和一个陌生男人 出现在我公司的地下车库 试图绑架我时 我毫不意外 真是打不死的小强 好不容易销声匿迹了一段时间 现在又出来蹦打暗眼 林如月勾引男人很有一套 有蠢人愿意和他合伙谋财 也很正常 也难怪陆家怎么没把他给找出来 原来是有了新的男人帮他打掩护啊 男人的刀底在我的腰上 林如月从他身后走出来 他依附小人得知的模样 嘴角上扬 眼神中充满了嚣张与傲慢 透露出得意和自以为是 江泽想不到吧 我给过你机会 但你给脸不要脸 给我一个亿 还有一张出国的机票 不然我要你的小命 老婆 是两张 你别把我给忘了 拿到抵住我的男人慌忙开口 生怕林如月忘了自己 林如月看着这个和他同谋的男人 邋遢丑陋 是社会的最底层 是他以前最看不起的存在 要不是这么多年他被可以利用 当手里一枚好用的棋子 早就把他踢了 好 亲爱的我怎么会忘了你呢 江泽你想要活命的话 现在马上转给我一个亿 还有两张一个小时候出国的机票 我并不慌张 开口说话 林如月 你知不知道自己是在犯法 我怎么不知道 我就是不想要你江泽好过 江泽你可真的是害惨了我啊 我失笑一声 分明是你自己自作孽不可活 蠢货 江泽你 到了我手里你还敢这么嚣张 我说过我一定会让你好看 我要你为我的念路尝命 林如月没有想到 我现在还敢和他顶嘴 气势汹汹的想冲过来删我 我抓住机会 趁二人在此时没有防备 反手一扭 一个擎拿躲过男人挥过来的刀 并把男人用力按在地上 局势瞬间扭转 林如月见事情不对想跑 可我那些藏在暗处的保镖 一下就把他给抓住了 这下他是真的死到临头 跑不掉了 林如月想害我的证据齐全 我把这对蠢货双双送去坐牢 警方对男人进行调查时 竟然翻出来一则陈年旧案 林如月的父母在他高三那年意外身亡 其实是这个男人犯下的故意杀人案 这个男人竟然是林如月以前的邻居 他从小到大 早就对自己的毒鬼父母厌恶至极 林如月就去勾引这个男人 并引导他杀人犯罪 最后再由林如月这个亲生女儿去伪造现场 成功把他父母的死亡伪造成意外 可林如月万万没想到 陆也竟然根本没把他放在心上 肆意玩弄他一番后 就把他当垃圾一样抛弃 聪明反被聪明误 林如月的算计全都落空 林如月因买凶杀人和敲诈勒索被判16年 那个男人因涉嫌杀人和绑架未遂 恕罪并罚被判18年 为了给自己减刑 这对苦命鸳鸯还互相推脱责任 甩锅给对方 只为了能够减刑少做几年牢 臭鱼配烂虾 简直绝配 能把这些社会的败类人渣送进去 我也算是功德一件 为民除害了 他们还有一段很漫长的改造时间 当然等他们到时候出来 才会知道 外面的日子会更难过 林月在监狱里以死相逼 非要见我 御方怕闹出人命 多次来电话 我还是决定前往看看 探监室内 林如月哭得梨花带雨看着我 一脸憔悴 完全失去了昔日的光彩 根本看不出来曾经的风光美丽 我深吸了一口气 试图平复内心的波澜 探监室的空气 似乎都变得沉重 充满了无法言说的复杂情绪 江泽我真的错了 你能不能救救我 我冷漠地看着眼前这个 我曾经深爱多年的女人 她早已面目全非 显得丑陋愚蠢又贪婪 林如月的泪水滑落 打在她憔悴的脸颊上 但她似乎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的过错 她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不甘和祈求 仿佛希望我能像以前那样 无条件地为她付出 然而 我早已不是当初那个盲目爱她的江泽了 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 我冷冷地开口 别装了 这都是你就由自取的 林如月也懒得继续伪装 露出她最为黑暗恶毒的一面 江泽 我想不到你这么一条愚蠢的舔狗 竟然能从我的手掌心里跑了 是我林如月失算了 我认输 听到林如月的这番话 我内心的愤怒和失望瞬间达到了顶点 她的言辞恶毒 仿佛我们曾经的感情在她眼里只是一场游戏 而我则是她可以随意摆布的妻子 是啊 哪有好女人会背叛自己的未婚夫 还好当初我在和她的婚礼前一晚选择放弃 这个决定对当初的我来说非常痛苦 但却现在想起来让我避免了一个可能的更大灾祸 我要是争取了它 可能就一辈子家宅不宁了 我现在不后悔 反而非常庆幸当初取消婚约的决定 我打算给方家发一个大红包 虽然她也不是一个好人 告诉我真相也只是出于杜恨林如月 但她确确实实把我从这个火坑里拉了出来 林如月我沉默片刻后开口 你以为你的算计和伪装能够永远蒙闭别人的眼睛吗 你错了 你这辈子做过最愚蠢的事情就是背叛了我 你现在说什么都无所谓 因为我已经不再关心你的想法和感受 你做出的选择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 我希望你能在牢房里好好反省自己 也许有一天你能明白自己到底错在哪里 说完这番话 我转身离开了探监时 我知道 这是我最后一次与她面对面交谈 从此以后 我们将彻底成为陌生人 走出监狱的大门 我感觉自己仿佛重生了一半 我深吸一口气 抬头看向湛蓝的天空 终于摆脱了这个该死的女人 下班后 我踏入家门 迎接我的是妻子苏盼包好的鸡汤和温暖的拥抱 苏盼接过我脱下的外套挂起来 楼上传来儿子的欢声笑语 她兴奋地呼唤我上去陪她和女儿玩耍 爸爸 爸爸 快上来陪我和姐姐玩游戏 我与苏盼结婚已经六年 这六年里 我们共同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 但彼此的爱意却从未改变 苏盼为我生下一儿一女 孩子听话可爱 成绩优异 是我们夫妻二人的骄傲 林如月被判刑后 陆家为了报复她 还特地找关系 找人去监狱弄她 有了这份特殊照顾 林如月在牢里可不好受 林如月接受不了落差和打击 没多久就在牢里自杀身亡 她死前留给我一封信 我没药 直接让人拿去烧了 太会气了这玩意 我并不想再与她林如月有任何瓜葛 也不想知道她临死前究竟想说些什么 对于我来说 那些都已经不再重要 我现在珍惜的是眼前的幸福和美好 而林如月 这个曾经给我带来巨大伤害的女人 她的离世并没有在我心中激起太多波澜 我早已从那段痛苦的往事中走出来 现在拥有的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而林如月心心念念多年的陆也呢 陆也离婚后没过多久又再婚 可是婚后几年都生不出来孩子 是女方的问题 让女方各种体检吃药 什么方法都试过后 医生委婉地让陆也这位丈夫 去一起跟着去体检一下 陆也开始还不情不愿 她坚信自己没有问题 结果一去医院检查 果然她是陆也不孕不遇 我和苏盼曾经在医院碰到过 四处求医的陆家父子 陆也坐在医院的走廊里 手里紧紧攥着那份刚刚出炉的检查报告 上面赫然写着不孕不遇四的大字 她的头深深垂下 仿佛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 她曾经那么自信 年轻时她陆也风流倜傥 在情场中游刃有余 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 她玩弄数不清的女孩 有许多女人都为她过胎 但说林如月 她在生下林念录之前 高中就为陆也打了两次胎 她陆也以为自己能够掌控一切 包括自己的身体和命运 然而 人到中年的她 却遭遇了不孕不遇的困境 命运给了她这样一个 无比沉重的打击 年轻的时候 十几个尚未胚胎的孩子 说打就打 现在反而求子不得 求子不能 真的是太好笑了 这就是报应了 百应必有果 你陆也的报应 就是不孕不遇哈哈 陆夫在一旁沉默不语 她的脸上写满了失望和无奈 她一直盼望着 能早日抱上孙子 享受天伦之乐 可现实却让她的希望落空了 明明自己儿子 以前还是好好的 怎么突然就不孕不遇了呢 陆夫经过多方调查 结果发现陆也的不孕不遇 居然是林如月搞的鬼 当初林如月带林念路去陆家认亲的时候 曾经短暂在陆家居住过半年 是陆夫不顾陆也和陆也老婆的反对 执意要留下他们母子 林如月在陆家为了争宠 为了确保林念路在陆家的地位和继承权 在得知陆也那位前妻怀二胎时 林如月不仅指使林念路去 故意冲撞和推陆也前妻 想要害她流产 为了万无一失和报复陆也 背叛她结婚这件事 林如月同时偷偷地给陆也下了药 让她失去生育能力 再也没有机会让女人怀孕 她干了两件坏事 当时只暴露了一件 不过正常人也不会对这种事情设防吧 陆也这辈子拥有又失去过很多孩子 但现存于世的 除了前妻给她生下的女儿 就只有痴呆的林念路了 林念路作为她陆家唯一现存的男孩 陆夫带回来不是 不带回来也不是 她的吃傻是自己让人干的 而她陆家现在的惨状和不孕不育 段子绝孙又是她林念路的亲生母亲一手造成的 陆也父子想找林如月麻烦 可惜她早就死了 气得这对父子想绝塌坟 把这该死的女人拉出来 鞭尸的想法都有了 陆夫一口气没喘上来 被气得脑梗中风 成了偏瘫 没过多久就去世了 陆也失去轻便 就像失去了最重要的靠山和经济来源 没过多久 陆家也没落得不成样子 最后 陆家破产了 陆也重判清离 一夜之间白了头 仿佛变了一个人 她的嚣张和自信被现实机的粉碎 她那些年的跋扈和不可一世 终究换来了人到中年 一无所有的悲惨结局 陆也这些年得罪的人太多了 她曾经的傲慢和自大 让她树敌无数 一旦她出事 所有人都争先恐吼地来踩她一脚 想要狠狠报复回去 她的生活变得如同地狱一般 充满了痛苦和折磨 她曾经以为金钱和权力 可以让她无所不能 可以为所欲为 然而现实却给了她一个响亮的耳光 让她明白了人生的真谛 但可惜的是 她明白得太晚了 她的人生已经无法挽回 她这辈子注定无法善终 我被儿子的声音喊回现实 爸爸 爸爸 快上来 我和姐姐就等你了 我走上楼去 孩子们的欢声笑语越来越近 我推开门 看到他们正坐在地上玩耍 脸上洋溢着天真浪漫的笑容 他们的笑声像是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 让我感到无比的满足和幸福 看到他们就能够瞬间融化所有的忧愁 上班一天的辛苦和劳累也不值得一提 心中涌起一股暖流 这就是我想要守护的一切 现在的我家庭幸福 家人都陪伴在我身边 此生无憾 全文完